巨石器給我 台中柯博館館長特別頒發感謝狀給今年87歲 國內知名的畫家和藝術理論家師崔峰教授 因為這天他捐出了20多間的史前巨型石器給柯博館來收藏 這些巨石文化是在3500年以前到2000年的先民所留下來的文化痕跡 而柯博館在人類學組這一塊有民族學的研究 所以這一部分的捐贈收藏將會對我們民族學研究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們華東地帶的這個散播地在過去到處都可以看到 可是大概30多年前開始被一般的住民把他們搬回家了等等 甚至於散失掉了 到現在我們要找一個都很困難 施教授所捐贈的這批石器是他在民國65年到69年間到台東地區收購而來的 年代橫跨距近3500年的麒麟化和後來的鐵器時代 最重的超過100公斤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有肩單石和有巢單石 根據台大宋文勳教授推測可能和祭司有關 有肩膀所以這個可能是頭部 那這個地方是身體的部分 那這個的時間大概是距離現在3500年到2000年前的東西 對於這批捐贈物 管方表示有助於研究台灣史前人類的生活習俗和祭司活動 希望整理考證後未來有機會在民眾面前來展出 記者的講台中才有到